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激动了一把 但是没想到陶田宣布病了退赛 白期待了 因为这两年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到底谁能够干得动安赛龙 我心里的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满血复活的陶田贤斗 而且陶田贤斗在刚刚他们日本的锦标赛当中 战胜了他的日本的所有国家队队友 获得了日本全景赛的篮单冠军 也证明了他现在依旧还是日本蓝单的头号排面 但是这个重要的比赛让你表现的时候 你就给我掉链子 因为关注兄弟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时代安赛龙最强 但是安赛龙夺得奥运会冠军的前几年 是谁的天下呢 那就是这位日本选手 陶田贤斗的天下 2017年到2019年 这三个赛季有多强 你们知不知道 连续三年国际比赛的胜率超过了90% 打十场赢九场积分突破十万家 单年十一贯历史记录 自省赛 蓝单冠军 全英赛 蓝单冠军 智鲜与联的最佳运动员 这几个荣誉都是在日本历史上的头一位 但是好景不长 就爽了三年 从2020年开始 就是因为同样的这个赛事 马来西亚冠军赛 打完坐车回家 出了严重车祸 然后做手术 然后得心怪 从这一刻开始 一直到今天两年时间 陶田贤斗的胜率 从之前的十拉九稳 到现在的不足50% 这届排名也是16名开外了 我觉得陶田贤斗的遭遇 狠我很像 而且这个人跟我也很像 我们都玩得很花 从之前因为打牌赌 错过2016年的奥运会 被罚款被竞赛开始 他去夜总会 这什么舞驴 跟什么这种歌迹 亲亲我我 包括他出于大比赛 那也是 蹦迪常客 几花网红 左拥右报 在国家队集训 把旅队的运动员 留到自己的房间过夜 这事我都也干过 这很正常 这是优秀运动员的通病 可以理解 反正目前的雨潭 我看来 除了满血的陶田甜斗 能干二赛龙 其他的人 我说实话 机会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抱有希望 支持我们国家的运动员 中国队这次派出了阵容 还是非常豪华的 基本上是全军出击 但是呢就是这个抽签 我是真的看不懂 老是可以把中国的队员 抽到一起 老是可以搞内战 蓝单 女单 内战 这个旅双抽签 三队 把把硬仗 混双 中国派出了四队参赛 但是呢 有两队新组合 他们因为积分不足啊 只能当他替补 就相当于跟队度假旅游去 混双又能看到 黄牙组合付出登场 但是说句实话 现在雅师组合的状态 这能力 也是手拉把掐 每一次比赛 我都会预测一下 中国队能获得几枚奖牌 在这一次 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 我认为啊 三枚奖牌起步 五枚左右是行情 所以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给大家先送 五支我们的 头号销量球牌均衡之刃 江湖有句传说 你有一百块钱 你就去买一支军魂之刃 你有一千块钱 你就去买十支军魂之刃 这个评价够不够到位 当然这把球牌 也是我们入门球牌的首选 我的微想中就是 淘宝店铺 国语言选 有很多装备 大家可以去看看 都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研发的 自己做的供应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做五支球牌的方法 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后台回复 阿来西亚公开赛 这七个字 即可扫码参与抽奖 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也会持续的带来 这一次比赛的最新战报 那你们觉得 中国队会获得几枚奖牌呢 这是我的微信二维码 你可以扫码 先加我的好友 在微信告诉我 你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